大家是不是有時候會在琴酒或是萊姆酒上面看到 Navis Trance 這個詞呢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就是跟海滴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今天我們找到了傳說中的大藍教主 Yeah! Delivered Sean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什麼是Navis Trance 然後等一下我們要做一個很有趣的小實驗 沒錯沒錯 那Navis Trance 其實是一個濃度的規定 那這個規定其實是來自於英國的皇家海軍 當初其實他們船上必須要Navis Trance這個標誌的酒潭上去 也是因為以前就是萊姆酒跟船上的火藥 其實大部分是放在一起的 那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說暴風雨或打仗的時候 不小心萊姆酒被打翻了或是被打破了 然後把火藥給禁施的話呢 那其實火藥其實它很容易就會跌不起來 那所以他們海軍呢就用了一個標準 就是一定要有個Navis Trance的濃度呢 才能夠上這個軍艦 那這個濃度呢它其實代表的意思是54.5%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要跟MAT一起測試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54.5%以上才能夠點火呢 那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燒燒看 燒燒! 燒! 所以我們現在來先燒一般火藥看看 吃這樣夠吧 等你再一次好了 反正火藥用不然麻煩 喔!幹! 喔!幹! 看看是不是加了水就真的燒不起來了 這個應該燒不起來了 喔! 我覺得它可能有一些浮真的會燒起來 真的耶!燒不起來了 你看如果以前打仗泡的水就掛了 哇!我完全燒不起來耶 真的不行 現在加40度的萊姆酒 40度的萊姆酒 大家拿到的一般的紅色 好!燒起來 超高 40度的萊姆酒 不行 但有一種沸騰感 呃... 各位 好 謎之一提 剛剛我們有 因為我們沒有剛剛好54.5度的 酒 所以我們有用 比較高proof一點的酒去調一點水 弄出了近視於54.5度的影響 那這罐應該就很趨近於海軍強度吧 我們現在就要來 試試看是不是54.5度的酒燒得起來 好 哦!哇! 它沾濕醬就燒起來了 嗯 欸!有點火了 有燒了 有燒了 但沒有像那個 這麼... 乾的紅藥的時候 哦!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可能要燒一下 哦! 可以捏 我沒有了 不要這樣 我沒有了 Desp Fed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